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啊 我是加油红木小冯 有很多朋友发私信来问我说想找三件套 当然这个三件套呢有很多选择 有视频当中的太师椅三件套 还有圈椅三件套 还有皇宫椅三件套 还有玫瑰椅啊 各式各样的三件套可以选 这种三件套通常的情况下是摆放于客厅 来朋友的时候 可以泡茶招待朋友 主要的作用就起到一个观赏作用吧 所以在挑选的时候有很多木游啊 都喜欢这个比较霸气一点的 那么我们林智三件套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看着比较大气厚重 以前明清的时候 也有很多地主财主把这个中堂三件套 太师椅然后放在堂屋 也就是说我们的客厅 等朋友来看到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豪气 当然也有一部分木游喜欢那种 简单简洁明了的 款式 比如说是 圈椅三件套 皇宫椅之类的 他认为 这种 款式的比较好打理 我们视频当中 这一套太师椅 它的占地面积是 长度大约2.5米 宽度大约0.6米 这是它的一个摆放位置 雕刻的零织图案 整套呢 无任何的平补白皮 我个人认为 在选择三件套用来观赏接待客人 是非常不错的 给人一种 大气的感觉 当然它也有一个不好的方面 那就是它的价位 因为用料比较大 所以在所有三件套当中 这一款是价格最高的 相对而言 简单的圈椅 皇宫椅之类的 就容易打扫 价钱也更实惠 在挑选上面 母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当然小冯给的建议是 根据自己的装修风格来搭配吧 如果说是 如果是 比较复杂的装修的话 就用这一种 太史椅三件套 如果是剪装的话 就用简单一点的 圈椅三件套 或者皇宫椅三件套 喜欢我视频的母友 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 我都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学习红木知识 提高实木能力 咱们